早安你好 我是尚韵慈 欢迎收看8月2号的大爱全球新闻 新闻首先来关注金门再度爆发秋行军虫危机 是首度侵略高粮田 这是在金门金沙镇清雨地区 有高达120公顷的高粮田出现大量的秋行军虫 高粮田一年就只有一季可以收成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可是至少有40公顷的高粮 遭到秋行军虫啃食确定无法存活 农民是欲苦无泪 记者所在的位置是金门清雨的高粮田 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 这些高粮是农民一个月前才种植下去的 不过现在叶片几乎没有一处完好 因为我们翻开叶芯一看 可以看到一只明显的秋行军虫正在啃食叶片 事实上不只是这个危害 在记者所处的这120公顷的高粮田 全部遭到了秋行军虫的危害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所产生的一些它的分辨 初步调查金门超过40公顷的高粮田无法存活 当地农民只好把损毁的高粮一株一株拔起来 每年就是靠这一剂 那你现在说高粮正好在种植的时候 那如果说每个如果说被它繁衍 整个都咬掉的话那没办法收成就很严重 这位老农夫在金门种植高粮超过一甲子 在今年7月30号以前 从来没有在高粮田里看过秋行军虫这种生物 如今疫情才爆发三天 自己一公顷的高粮田全部毁于一旦 秋行军虫的技主植物包括76棵353种植物 在台湾本岛秋行军虫绝大多数存在于玉米田 而外岛金门的玉米田在今年6月沦陷 近日又发生大规模的高粮田入侵事件 专家说秋行军虫比较爱吃玉米 但不代表他不会吃高粮水稻和其他农作物 我里面的一些药品已经先给农民先领用了 他们已经有部分开始喷了 那药品的话大约在礼拜天或礼拜一 我们紧急的购药会进来 短期内金门通报的设120公顷高粮田 将全面进入第二阶段喷药防治 如果疫情失控 金门2000公顷的高粮田以及其他农作物 可能全面沦陷 到时候连台湾本岛的疫情 都可能被突破漏洞而增温 大爱新闻张哲仁 欧阳光辉金门报道 这项最新公告的草案 不知道您怎么看呢 过去只有在超市大卖场买蔬菜水果 才会看到特别标示产地 上菜市场的话 通常都要自己询问老板 而现在食药署预告 未来菜市场的小摊贩通通都要纳管了 必须用告示牌标示出产地 字体的大小也不能小于两公分 否则围者将会开发 走一趟黄昏市场 叫卖商喊得起劲 来看这家水果摊 日本桃子 台湾火龙果 产地品名清清楚楚 而这家菜摊也是五花八门 但告示牌却一张也没有 我也会看它是从哪个产地出来的 像西瓜的话 应该是觉得花莲的比较好吃 过去只有超市 大卖场需要依法标示产地 食药署最新公告 扩大实施对象 把市场商家小摊贩通通纳入规定 业者他可以用插牌的方式 假设通通来自日本 然后他就是插一个日本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说 他里面全部都是卖台湾 然后他就是标示一个产地是台湾 包含蔬菜水果与芹肉 要标示产地 告示牌上的字体长宽 不能少于两公分 卫一规定标示 开罚三到三百万元 标示不实 则罚四到四百万元 哎呦啦 不会麻烦 要写这把那些 总是插牌子的话 当然是会挡到我们的菜啊 你牌子 你告示牌不能写那么一小小章嘛 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功能 台国的东西当然是分清楚比较好啊 消费者业者正反看法都有 新规定预计在2021年1月1号实施 实验署表示这两个月预告期 会斟酌各方意见 试状况调整草案 乃新闻 杨远茨寻好 台北报导 消费话题 国道二次车祸 指的是有车祸发生的时候 驾驶人保留现场 等待警察来做车祸鉴定 可是国道上的车速又急又快 很容易就造成后方的车辆二次追撞 光是今年1到7月 因为二次的事故就造成11人死亡 32人受伤 而为了避免这个情形 国道警察更改了国道车祸报案流程 游览车行驶在国道上 乘客还在开心唱歌 谁知道下一秒意外发生 猛烈一撞 乘客被吓得惊声尖叫 车窗也碎成蜘蛛网状 车上民众赶紧报案 但车祸怎么发生的时间往回推 国道上两辆轿车发生碰撞 双方待在车上好一阵子 后方驾驶才下车 在不到10公尺的地方 摆放三角锥 紧接着就发生意外 像这类的二次事故 国道公路警察局统计 今年1到7月就造成11死32伤 事实上如果发生轻微事故 驾驶下车后应该面向来车 注意车况 到后方100公尺处 摆放故障标志再报案 接着只要照相 录影记录车的位置及现场痕迹 就能移到安全处所 以往警方会透过测距轮及粉笔 将车辆的位置标示 但国道车速又急又快 加上现在只要民众拍照录影 就能将车辆移走 降低二次事故发生几率 也能减少车流拥塞 大家喜欢记得李明华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为了要减少 大约还有六成没有加入车队的 计程车司机 在路上巡回缆客造成空气污染 现在推出了新的轿车APP 叫做北市爱轿车 民众跟轿车司机都可以免费使用 和其他轿车APP一样 可以卫星定位 预估时间车资更有双向的评分机制 想要搭乘计程车 不少民众会透过电话轿车 或是使用车行的APP来轿车 但是其实在北北街还有六成的 计程车司机属于个人营运 他们只能透过在景点排班 或是巡回缆客的方式 小黄一台又一台 问奖在街上碰运器 为了改善空车率降低空气污染 北市府联手资讯业者 推出轿车APP 8月起上路 让个人车行的计程车司机 都能免费使用轿车平台 目前已经有200多位司机加入 挑战司机习惯 因为现在民众使用手机轿车 已经成为常态 爱轿车APP服务地区 包含北北基陶生活圈 透过卫星定位 掌握乘客与车辆位置 提供预估乘车时间以及车资 乘客也能透过文字或语音 跟驾驶线沟通 更有双向评分机制等等 诸多服务 也让个人车行的计程车司机 能尝试新的营运方式 多个乘车管道 虽然是美式衣装 但如何在现有的轿车APP中 培养出消费者忠诚度 才是上线后的现实挑战 大家是黄金李明华台北报导 专题报导 港都8月印记 高雄气暴5年过去了 为了防止重蹈覆彻 高雄市政府在事发过后 便成立了管线中心 要把盘根错节的地下管线 图字化 杜绝幽灵管线或伤寒 不过还是有专家指出 在人口密集的市区 只要还有石化管线通过 依然是威胁在地居民的 不定时炸弹 在路边上全部都在冒泡啊 经历气暴梦魇 高雄市民一闻到异味立刻通报 高雄市政府立刻成立管线安全办公室 24小时专人待命 只要一接到外线 先调出管线图资 工业管线它是属于哪一个管束群 然后哪一间公司的 图资对我们最大的帮忙就是 让我们在有第一次管线泄漏的时候 我们可以立刻知道 当地的所有的情况 管线运作状况 然后去判断说 是不是真的泄漏 还是哪一条管线 什么样的物质泄漏 这是五用机体侦测器 如果它在现场测量到毒质的时候 我们就要派员去到现场 目前高雄工业管线有484条 就算是地底下管线全线型 这样就够了吗 这个9356893972 这个是他们双方 一边是打过来的流量 一边是接收了流量 所以是差不多的 这是管线输送平台 气爆后每间工厂被要求设立 我在这边跟两边 都可以各看得到对方的操作情况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有哪一边的量对不起来的时候 两边会同时知道 8.77 超过3.8以内就不行了 3.8以内就不行就对了 所以因为说我们会比较上次的检测数据 检测金属管线厚度也不得不做 自家管线自己管理 每五年还得向环保局缴交报告 我们这个钢管 大概是没有所谓的使用连线 但是我们会去侦测它 侦测它每年 它比如说变薄的这个速度 那来决定我们这个管线是不是要更新 我们先把那个里面的压力排掉 禀行领操作 它其实是亡羊补牢 没有真正完全一劳容易地解决问题 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应该要杜绝这些石化管线 穿越高雄市的市区 高雄市区还有293公里的道路下 有密密麻麻的管线通过 没迁走的一天 市民安全就疑虑 用都市计划的方式 重新去规划 然后把一些石化工业工厂工业区 它都把它迁到海边去 我会移到海边去 那边又是另外一个风险 事实上完全没有风险的这种事情 那我们只能做的是 尽最大的努力去让管线的风险降到最低 应该是说这边不是那种人流会经过的地方 所以他们做的都比较不是路边客 气暴灾区底下的道路尽管全断管 但这只是开端而已 转管线中心只代表说 就记录上我们知道这边哪里有管线 但有没有什么幽灵香涵 有没有什么其实不应该存在 施工图上的管线 或者说你的香涵什么的 其实要实际去查的 四十多年前发展种工业开始 种下高雄人不可承受的一 但对受难者来说 这错综复杂的地下世界 别再酿成汉事 国际焦点 北朝鲜动作频频 两周内第三次试射不明的飞行体 南韩军方分析是短程的弹道飞弹 美国总统川普也立即做出回应 好 川普是一反常态 回应外界是相当的平和 跌破外界眼镜 反倒是英国 法国 德国等欧洲国家 出面呼吁要对北朝鲜 全面的实施国际制裁 中东国家也是相当的不平静 夜门陷入内战四年多 首都沙纳早已被反抗军占领 第二大城雅丁是目前政府的临时驻地 所以经常是成为被反抗军攻击的目标 现在又传出最新一波反抗军攻击 酿成重大的伤亡 至少有51人死亡 56人受伤 好 可以看到爆炸现场是血迹斑斑 民众受伤痛苦地躺在地上 这是在夜门第二大城雅丁 8月1号有一处军营 进行阅兵活动时遭到反抗军 以中程飞弹攻击 而这一稍早还有人在警局发动自杀炸弹攻击 一共造成至少51人死亡 转换气氛来看到 说到做志工意思是花自己的时间 不求任何回报的付出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副院长何宗荣 这一次就跟着慈济约旦议诊团 前往当地议诊 昨天8月1号 刚好是他在慈济工作借满一周年 他是把担任议诊志工 作为自己的周年礼物 更说每一趟的义诊所收获到的 远比自己付出还要躲 已经高龄100岁的阿嬷打嗝打不停 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办法缓解 特地前来慈济益诊寻求协助 因为他整个肝脉很旺 然后肝气不足 所以我们基本上先用坐在这边 先用掌针帮他处理 然后先可以把他的痕疙磨打开 他刚刚一直说要打嗝 对啊 其实就是痕疙磨很紧张 我们看看你们有机会 给他解决 预诊活动才刚开始 病患一位接一位 73岁的肺盒 因为坐骨神经压迫 影响到下背痛 连带走路都有问题 曾经多次求医 却不见效果 用他的片子看看 他确定有没有真的 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好像说要叫他开刀 我想我们可以用 针灸很快速地帮他关心 医师忙着确认S光片 几经评估 开始替肺盒针灸治疗 华联慈济医学中心副院长 何宗蓉 去年进入慈激服务 一诊这一天正好是届满一周年 也让他特别有感触 一年前来到我们这里 从对慈激 真的都不是那么的清楚 到亲力亲为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约旦 所以今天其实有满满的感动 来自台湾抗健杂志的副总编林真诚 也随团采访此机议诊 记录何宗蓉 如何将博大精深的中医 渗入中东 语言不通还是很认真的去讲 然后让他们可以了解他的库管 因为他们都是你知道回照图 所以比较保守 整间的妇女进去的时候都从眉苦脸 出来的时候满的房间里都是小生 所以我觉得中医还是有他 还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连约旦公主也前来接受诊疗 对医师来说 扎的每一针不仅是治疗病痛 也将此机的爱生根在命中心中 大爱新闻杨警惠 邓志明 约旦报导 爱在约旦流转 带您看这位一诊个案小男童 他罹患了X型腿 原本没有办法正常走路的双脚 再经过中医师的治疗 离开诊间的时候 已经能够活动刺乳 就是我们说X型腿 其实它就是脚部的结构 就是它发展的结构是错误的 所以它的脚是X型的 它可以走 可是它走不久 而且会站不稳 因为它的走路会像气流这样子 会一直往外开 因为它的脚是这样不这样的 躺在诊疗床上 小男童睁着大眼睛 纸细的双脚等待被治疗 腿部膝盖长期发育结构错误 医师整骨用力拉扯 小男孩勇敢的不说痛 一旁的志工看了不忍 从本来的X型腿会就是拉直 对 拉得比较直一点这样 那它当然如果脚片直以后 它走路会比较顺 那当然看它就是最后拉完以后 它是可以站起来自己走 从被妈妈提着进来 到自己能下床走路 不大的诊疗室 成为它双脚探索的原地 大一王妙手回春 并且送上小吊室 期待小男孩的脚 能够健康地走出自己的人生 大一新闻 真善美之工 黄伟恩 林林立 约旦采访报导 慈激约旦一整团 这一次更与约旦的慈善团体签约合作 要一起为希利亚难民提供援助 约旦哈山亲王也亲临现场见证 May I just say that today is a day of hope whereby we come together in hope and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mpassionate achievements of our teams on the ground working together to address thousands of cases yet again in Jordan of the needy of those who seek enablement and empowerment to be able to stand on their feet in the context of a non-discriminatory approach to the question of human dignity we have always emphasized that we cannot continue with nationals on Venus and refugees on Mars there has to be a coming together of the organizations that are working for common goals of humanitarian goals and coming together in this healing process and I thank you Master Chen for your oversight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for your delegation of so many responsible and capable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o be with us here today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hope to greater participation of more and more people believing that there is a better future that we can make this future a realit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您听过包浩斯学院吗 这是发源自德国 今年届满百年 强调造型与功能合一的务实设计 而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取凡手机建筑还有日常用品 其实都有包浩斯的影子 自由思考 独自 狡猾 正直 復旧 白 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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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这是包浩斯 至今已有100年历史 包浩斯学院最早成立于德国威马 由建筑家葛罗皮亚斯创立 结合艺术学科和工艺技术 以促进当时的社会发展为目标 回顾百年历史 包浩斯一词不仅仅代表这所设计学院 他引领的思潮早已跨越有形的教育机构 如今包浩斯设计无所不在 成为设计产业生存的准则 作为现代主义思潮的一部分 包浩斯设计强调功能至上 地球造型简洁少及是多 为当时设计产业带来机能与美学的新思维 但今天最完整的包浩斯建筑群 其实不在德国 而是位在以色列的首都台拉维夫 清新的白色外墙 圆弧形的露台 外观迥异 却又严守风格规范 包括包浩斯设计 共有四千多栋建筑组成耀眼的白城 1930年代大批犹太建筑师 逃离德国来到这里 在当时是英国管辖的巴勒斯坦 于是造就今天这座包浩斯首都 堪称典范的城市规划 甚至影响了一系列 二十世纪建造的新城市 平屋顶 立方体 摒弃装饰走机建筑艺 以人的需求为主 一切设计都必须是有用的 建成于1909年的台拉维夫 人口不断膨胀 加上英国殖民土地扩大 它从原本只有六十栋建物的郊区 二十多年后成为游泳四万多位居民的城市 如今在光鲜亮丽 具欧洲前卫感的白城外围 是大量的贫穷和非欧洲裔犹太人 以及被遗弃的以色列传统 在抢眼的包浩斯 与现代建筑风格的背后 或许有比功能与审美 更重要的议题有待解决 带新闻杨洁如编译 希望最后带您到墨西哥边境 美国有两位教授在这里 打到横跨两国的高墙悄悄板 让民众可以一起玩耍 抗议川普的高墙政策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